这一段在网上流传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的9秒钟 但是却显示了警察在卡拉OK中心剧赌掀起了千层浪 这一段视频拍摄的地点是柔佛州麻坡 七名涉嫌剧赌的警察分别是一名警长 一名武长 四名一巡武长和一名副警探 其中两人还隶属反风化及速赌组 引起外界振振哗然 柔佛总警长拿督莫哈默卡里尔发文告强调 绝不姑息违法者 这七名警员已经被转换部门 直到调查完结为止